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陆续续充了一些钱 但数额都不大 直到今年1月19号那天 他再次来消费 当时的话是下午的时候 我微信上我跟他有讲 我说我腰不太舒服 他说过来给你按一下 然后做完以后的话 他跟我说就是让我充值 然后他们基本上就是说会跟你讲就是说做疗程呀什么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说感觉自己也有需要嘛 然后就充了两万 小李说当时想着以后也能用 就同意了充两万块钱 但年后因为工作的关系 他要离开杭州回河南老家 现在卡里的两万块钱还没有用 他想退掉 他们就是态度就特别的差 甚至就是说就有威胁那种情况 然后就是不退 特别坚决的就是不退 因为我帮你填一下 今天没有十一 就是退卡要先填这个表格 对吗 我们要寄到公司 然后才是一退的 行 能不能那个帮忙查一下他的卡里的余额现在还有多少啊 可以 可以查 两万一 两万一 立马往来这里 那现在他这个退款能同意吗 我们店里 可以的 可以的 那大概几天能退到他的账户上了 今天是新加坡 可能新加坡就有结果 等到21号 记者再次接到小李的电话 他说记者走后一位刘经理联系了他 第一是因为我就要媒体了嘛 然后影响他们生意了 然后第二就是说 说我们和他们店里边的小女生有什么有什么关系 可能我追他们了或者跟他们怎么了 然后他们离职也是跟我有原因 所以说就想跟我算清楚这个事 您跟这个小姑娘确实有关系吗 没有 可能也就是说因为服务关系嘛 她可能会微信加我 然后我们可能会有沟通 但是确实是没什么关系的 那他这个说法是什么把出来的呢 他们私下里边会讲吧 因为就讲说你跟他充钱了 人家是不是喜欢你啊怎么样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也没什么关系嘛 所以说我也没否认也没确认 然后就任他们去说好了 小李说之前来店里消费 员工们经常开玩笑 说他追店里的一个小姑娘 他也没理会 没想到对方现在会提这一件事情 我们在处理了 我们没有不是不在处理 是不是 他说那个他跟这个 当事人跟这个小姑娘有什么关系啊 这个我不清楚 那你去找我们 刘经理去交涉 最早之前呢 那店里有两个小小姑娘 那可能呢 跟这个客人 听他的意思就是说 那好像有点关系的 他说他跟这个小李是什么关系啊 具体的什么关系我就不方便透露了 对于这有关系方面 然后就对小姑娘呢 给他存了钱 你们见这个小姑娘 现在还能联系得上吗 这个小姑娘的话 当时我还得打电话 联系一下 那他这个 跟他退不退钱 有什么关系啊 退肯定是退给他的 没有什么不退给他呀 就在记者打电话的时候 小李在店内看到了那个小姑娘 上了二楼 那我帮我们叫一下 他私下来 他们在什么活动嘛 人家也在做客了 以后我会办法再跟你 那或者你电话打给他一下 那我们留学怎么说啊 他就说有些话 他不光便讲 对啊 对那所以我要问一下小姑娘 那一边说有关系 一边说没关系 那我们怎样问清楚呢 说我们现在处理了 肯定会有答复的呀 是不是啊 我就问他们 我说那这个退钱的事 到底要怎么解决 然后他跟我讲的是 他说退的话 我以后只可能一个月退你三千 然后就这样分期退 我说那这样是不行的 我就是说必须要一次性嘛 这版新销法 对预付式消费有明确规定 经营者自营业执照 核准登记之日起六个月后 才可以发放单用途预付凭证 企业法人提供的单张记名 预付凭证金额不得超过五千元 单张不记名预付金额 不得超过一千元 其他经营者对同一消费者提供的 记名预付凭证金额不得超过两千元 单张不记名预付凭证金额不超过五百元 这家采上美容造型店 营业执照上的注册时间 是2018年7月27号 组成形式是个人经营 给小李办会员卡的时间和金额 都不符合规定 之前孙店长答应在19号前退款 但至今也没有退 我们都是成年人 不可能上来给你 让你掏着两万八千 你还是比较那个的 那个东西都是你愿意的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消费者愿意办 所以你们店家没有拒绝的理由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小李这件事情 是要怎么样处理呢 我到时候今天 给公司先打个电话 那大概多久能够回复啊 周五周五吧 由于商家意图再拖 小李找到江甘区商务局 反映情况 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会帮助小李 与商家沟通退钱的事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